世界之最Top5之騙我生兒子系列 还欢迎回到卡娜的频道 世界之最系列这次要介绍的Top5就是 世界最帅的五位小男孩 这次介绍的五位呢 排名是卡娜自己的私心排名 以下五位宝藏男孩欢迎收藏 除了一位我真的找不到之外 其他四位的Instagram或是Twitter 我都会放在右上角跟下方简介栏 大家可以追踪他们 每天看着美颜治愈身心灵 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温柔的 5.丹尼尔 丹尼尔哈尤尼拉扯尔 丹尼尔的小名为丹尼 他出生于2006年7月2日 丹尼尔的出生地 居住地 国籍都是韩国 这位小帅哥是个混血儿 他的妈妈是韩国人 爸爸则是美国人 丹尼尔就是那位曾经流传极其广泛的 丹尼受伤了的视频主角 2009年时他出演过韩国的综艺节目 Starking 因为唱得像韩国男团2 PM其中的成员 丹尼尔克亨 而后 丹尼被称之为 Baby丹尔克亨 小小年纪爆红的 丹尼呢 当然不免俗的也是一位经历满满的同伯辣 Kennepsi数了以下资料 在Benny的经历这一栏 光是各品牌的童装代言就有十几家 并且除了童装模特之外 他参与的电视节目也有激荡 包括上面提到的2009年的Starking 以及2011年2月至12月的彩虹幼稚园 还有2011年7月7日那一期的余余满满 还有一个最厉害的是 Benny曾在2015年亚洲影响力东方盛典 获得了一个奖项 这个奖项叫做 亚洲影响力媒体推荐新人奖 小小年纪就能获得如此殊荣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果然是个优秀的小宝贝呢 而且长大后的Daniel浓美大野 也是一枚极为优质的小小鲜肉 Canop直接运船了 来接着直接为各位上下一道菜 丹妮斯 丹妮斯 凯恩 丹妮斯 丹妮斯 丹妮斯于2007年2月6日出生于澳大利亚 一样是个混血小王子 爸爸是澳大利亚人 妈妈则是韩国人 她从小就是的定位就是 帅气逼人的韩国小头模 人家还有经纪公司呢 除了各种模特工作之外 丹妮斯也有涉足演艺圈 2014年8月 她参加了湖南卫视的节目天天向上 并且她 小小年纪就踏上了大荧幕 2015年时丹妮斯参演了小时代四 灵魂镜头 在电影里她扮演周崇光的小时候 成学东我爱 丹妮斯我也爱 顺便跟大家推一下小时代系列电影 大推大推大推 然后同样在2015年的7月 丹妮斯也参演了沈昌明版主打去Rise S1的MV 同年9月 她又参演了男神时代饰演林布斯 丹妮斯曾经是最小的影视歌三期发展的混血演员 她五岁的时候代言的品牌就有数十个 从小就是人生胜利组啊 所谓的赢在气跑线就是这样吧 卡纳不贪心 就给我来一个这么可爱的儿子就好 OK下一位 3 弗拉迪斯拉夫 沃洛诺夫 勒迪斯拉夫 是人称精灵男孩的精灵男孩本孩 又收获以美俄罗斯省市美颜 她出生在俄罗斯莫斯科 我做完小女孩跟小男孩后发现 大多数榜上有名的有一半都在俄罗斯 我们家勒拉迪斯拉夫也是一位同模 对职业是模特 又是个模特 不过勒拉迪斯拉夫年纪小小但失败其pose 已经很有架势了 就是传说中的老天爷赏饭吃 天之角自我等凡人嫉妒不来啊 大家给她的评价是 腰腔 原话是这样的 比女孩子还美的相貌 碧绿的眼睛 精致的五官和长长的头发 使众多女孩子都自愧不如 当之无愧的小妖精 罗迪斯拉夫有着丰富的代言经历 受到很多广告公司的青睐 曾经在全额儿童模特比赛小小姐和先生俄罗斯中 霸气的获得了第二名 时尚大片专业度年首就来 完全没在雀场的 人小小的气场却是100分 网友表示 已非帅出鼻血 2. 库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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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3年2月1日出生于南韩首尔 确认过眼神 是个混血人 爸爸是加拿大人 妈妈依然是韩国人 Kana自己给她挂一个称号 天使小王子 天使翻唇静感 加上满满的王子气息 Kana却调语不足 库婆最大的特点就是她那对 长得不科学的睫毛 真的长得很不科学 拥有神仙颜值的胜利组 库婆小朋友 她5岁踏入童谋圈 精灵般超高颜值 立刻成为各大平面杂志和广告商的宠儿 至今已经累积不少拍摄成品 被称为天使童谋 这绝对是老天亲生的儿子没毛病 库婆还有一位大他5岁的姐姐Lauren Hanaland 她姐姐曾于2012年参与KBS 电视台的Hello Baby节目拍摄 而2019年库婆也参与了 爸爸去哪第6季的节目演出 你要是仔细看着库婆的眼睛 绝对会被洗紧去 这到底是什么致命的吸引力呢 一双眼睛永远充满电力 bling bling的看着你的时候 你会恨复的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他 库婆现在Instagram上 有30多万粉丝追踪 他才7岁啊7岁7岁啊 就已经有超高颜值 超高能力 超高人气 颜值粉从韩国开始排队到绕地球三圈 我只能含怨的说一句 国家欠我一个儿子 老天爷欠我一个儿子 一 威廉 布兰克林 米勒 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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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03年3月25日出生在英国伦敦 在他还小的时候 全家就移居到澳大利亚住在墨尔本 2016年时 年仅13岁的威廉 套着深邃五官和水蓝色电眼 一举从澳洲红到日本 日美更是毫不吝啬称赞 威廉 是 不惑世界的超级帅哥 并惯以世界上最帅的称号 爆红之后 威廉 定期收到各种模特和广告公司的邀约 小小年纪眼神坚毅 拍起照来镜头感十足 威廉 最迷人的就是他的眼睛 漂亮又深邃 像是颗半透明的蓝宝石 全素颜无律镜下的五官立体度 以及精致程度已经是绝了 他的五官就像艺术品一样 找不到再精致的空间了 他应该是神最完美的作品了 但其实威廉在7岁时 就因为外貌出众 而被发掘成为模特 之后也参与了 M V 以及澳洲为电影E Fish Out Of Water的拍摄 如今17岁的他 Instagram 已经有超过170万名的粉丝追踪 每次发布新照片都让粉丝们暴动 卡纳是个实打实的眼睛控 卡纳已经不行了 请帮我拨打救护车谢谢 顺带一提 William也有创建YouTube频道 搜寻William Frankolin Miller就可以找到 不过我也会把连结放在简介欄 欢迎自趣哦 衣表人才 英俊潇洒 羽树林风 风流倜傍 所有形容词都是他 卡纳想说 姐弟恋我真的可以 总结今天介绍的内容后 卡纳只想说 我可以等你们长大 我不介意姐弟恋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不然老天给我一个这种儿子也行 未来还会介绍最美的女孩跟男孩 不过就不是特别针对从小孩的美颜了 OK 做梦归做梦 有梦最美希望相随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 结尾小提醒如下 有想看什么可以留言告诉我 如果介绍内容有误 也欢迎大神帮忙留言更众资料 非常感谢 然后喜欢帮我按个赞 很喜欢帮我按赞加订阅 超级喜欢就按赞订阅加开小铃铛 最好再分享一下 注意好人有好报 Thank you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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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